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将传递奥运火炬 从舞台到赛到巨星的多面人生 小伙伴们,你们听说了吗? 咱们的男神王一博最近这一个多月 简直就是巴黎的常客啊 先是被鳄鱼品牌邀请去看了法网公开赛的决赛 那场面,那气氛,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 然后呢,又以罗毅为代言人的身份 空降巴黎时装周,走秀看秀,时尚感爆棚 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但这还没完,更劲爆的消息来了 王一博竟然要在法国国庆日那天 担任巴黎主城区最后一站的奥运火巨手 这事一出,粉丝们简直要炸锅了 品牌方之前就放出了预热消息 说这位神秘火巨手擅长街舞,热爱赛车 拜托,放眼娱乐圈,谁能同时拥有这两项技能 答案显而易见,除了咱们的全能型选手王一博,还能有谁 话说回来,王一博这次当火巨手,可不仅仅是走个过场那么简单 7月14号,法国国庆日当天,他将在最后一站接过奥运圣火,完成一段荣耀的接力跑 不仅如此,他还肩负着奥运资格系列赛推广大使的重任,这意味着他不仅要传递奥运精神,还要激发更多人对体育的热情 说到这,大家是不是觉得王一博的生活忙碌又精彩?没错,这就是巨星的生活常态 但你知道吗?王一博的优秀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多才多艺上,更在于他对每一份工作的认真和热爱 无论是舞蹈,赛车,还是表演,他总是全力以赴,追求极致 这种精神,才是真正的王一博士魅力所在 而且,王一博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娱乐圈的范畴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只要有梦想,有坚持,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巨星 无论是站在舞台上,还是驰骋在赛道上,亦或是传递奥运火炬 他都以最佳状态展现着自己的风采,激励着无数人追随他的脚步,勇敢追梦 此次担任奥运火炬首,对王一博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荣誉和挑战 奥运火炬传递作为奥运史上的重量级传统,代表着全世界对和平的祈愿与对未来的憧憬 而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更是史无前例,横跨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地 历时68天,途径400座城市,覆盖65个省份,还有6个海外领地同步参与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一博手握奥运圣火,在全球瞩目下传递和平与友谊的火焰 无疑将再次展现他的非凡魅力和影响力 对于王一博来说,这次传递火炬不仅仅是一项荣誉 更是一次展现中国风采,传递中国声音的机会 他的参与不仅将激发更多年轻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与追求 也将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增添新的光彩 他的每一步奔跑,每一次传递,都将凝聚着亿万中国年轻一代的期待与梦想 当然,作为火炬传递嘉宾,王一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健康挑战 在火炬传递的过程中,他需要完成一段长跑 这对他的体力和心肺功能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然而,从王一博以往的表现来看 他无疑具备足够的体能和毅力来应对这一挑战 他的每一次训练和努力都将为他在奥运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一博担任巴黎奥运会火炬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次华丽展现 他的参与不仅将为这届奥运会增添无数看点 更将激发全球观众对体育精神的热爱与追求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位中国巨星的奥运之旅 为他的精彩表现喝彩,为和平友谊欢呼 最后,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在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精彩表现吧 相信他会用实际行动,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与影响力 让世界见证中国偶像的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